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的3奈米N3制程技术 按照其官方说法将是5奈米N5制程技术之后的另一个全世代制程 在N3制程技术推出时,将会是业界最先进的制程技术 具备最佳的PPA及电晶体技术 相较于N5制程技术,N3制程技术的逻辑密度将增加约70% 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10%至15% 或者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25%至30% 不过,N3节点产生定义结果的参数范围的工艺窗口相对较窄 就产量而言可能并不适合所有应用 而且随着制造工艺变得越来越复杂 它们的巡路,研究和开发时间也越来越长 所以人们不再看到台积电和其他代工厂 每两年出现一个全新的节点 对于N3 台积电的新节点倒入周期将延长至2.5年左右 这意味着台积电将需要提供N3的增强版本 以满足其客户的需求 这些客户仍在寻求每瓦效能的改进 以及每年左右电晶体密度的提升 在2022年技术研讨会上 台积电也讨论了四种N3衍生制造工艺 N3E、N3P、N3S和N3X 它们将在未来几年推出 这些N3变体旨在为超高效能应用 提供改进的工艺窗口 更高的效能 更高的电晶体密度和增强的电压 其中N3E提高了效能 降低了功耗 并增加了工艺窗口 从而提高了产量 但代价是该节点的逻辑密度 越有降低 与N5相比 在相同的速度和复杂度下 N3E的功耗将降低34% 或在相同的功率和复杂度下 获得18%的效能提升 并将罗基电晶体密度提高1.6倍 随后台积电将在2024年左右的某个时候推出 效能增强版本N3P 以及密度增强版本N3S 但台积电目前并未透露这些变体的更多讯息 对于那些无论功耗和成本 都需要超高效能的客户 台积电将提供N3X 本质上是N4X的思想继承者 同样 台积电没有透露 有关该节点的详细讯息 只是说 它将支援高驱动电流和电压 值得一提的是 台积电所有这些技术 都将支援FinFlex 这是台积电的一项隐藏技能 可大大提高设计灵活性 并允许晶片设计人员精确优化效能 功耗和成本 简而言之 FinFlex允许晶片设计人员精确定制他们的构建模块 以实现更高的效能 更高的密度和更低的功耗 在实际应用中 台积电的FinFlex技术 将允许晶片设计人员 在一个块内混合和匹配不同类型的标准单元 以精确定制效能 功耗和面积 对于像CPU核心这样的复杂结构 这种优化提供了很多机会 来提高核心效能 同时仍然优化晶片尺寸 但是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FinFlex不能替代节点专业化 例如效能 密度 电压 因为工艺技术比单一工艺技术中的 酷货电晶体结构有更大的差异 但FinFlex看起来是优化效能 功率和成本的好方法 最终 这项技术将是基于FinFET的节点的灵活性 更接近于基于奈米片的节点 这些节点将提供可调节的通道宽度 以获得更高的效能或降低功耗 其实 早在台积电公布 三奈米量产之前 三星早就宣布 已经实现了三奈米工艺的量产 2022年6月底 三星宣布已开始了采用环绕炸集的 GAA电晶体架构的 三奈米工艺节点的初始生产 其中用到的MBC FED 是三星首次采用的GAA技术 该工艺突破了FinFET的效能限制 通过降低电源低压水平 提高功率效率 同时还通过增加驱动电流能力 提高效能 该公司也正在开始 将基于奈米片电晶体的晶片 用于高效能低功耗运算应用 并计划扩展到行动处理器 三星表示 借助公司专有技术 利用具有更宽通道的奈米片 与使用具有更窄通道的奈米线的 GAA技术相比 可实现更高的效能和更高的能效 利用3奈米GAA技术 三星将能够调整奈米片的通道宽度 以优化功耗和效能 以满足各种客户需求 此外 GAA的设计灵活性非常有利于 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 这有助于提高功率 效能 面积PPA优势 与5奈米工艺相比 第一代3奈米工艺相比 5奈米功耗最高 可降低45% 效能提升23% 面积减少16% 而第二代3奈米工艺 则功耗最高可降低50% 效能提高30% 面积减少35% 除了这两家晶圆代工厂以外 英特尔也将在2023年 年底推出其英特尔3工艺节点 虽然三星和台积电 都在3奈米上花了不少心思 但从过去的新闻 和厂商的公告可以看到 似乎大家都对第一代的 3奈米工艺不感兴趣 例如市场上一度传言 苹果会成为台积电 第一代3奈米工艺的唯一客户 不过 这家美国巨头契金 都没有公布其3奈米产品 台积电3奈米晶片 已经量产起码一个季度了 但都没人看到 哪家晶片公司发表相关产品 不过 4月下旬 这个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但不是苹果 美国晶片公司Marvel表示 公司基于台积电 3奈米工艺打造的数据中心晶片 正式发表 据其介绍 作为业界首创系构建模块 包括112G XSR SerDes 串行器接串行器 Long-Rech SerDes PCIe Gen 6 CXL 3.0 Serda 和240T并行晶片到晶片互联 按照Marvel所说 Serda和并行互联在晶片中充当高速通道 用于在Chiplet内部的晶片或细组件之间交换数据 与2.5D和3D封装一起 这些技术将消除系统级瓶颈 以推进最复杂的半导体设计 Serda还有助于减少银角 走线和电路板空间 从而降低成本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机架 可能包含数以万计的Serda电路 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 新的并行晶片到晶片互联 可实现高达每秒240T的聚合数据传输 比多晶片封装应用的可用替代方案 快45% 换句话说 互联传输速率相当于每秒下载一半部高清电影 尽管距离只有几毫米或更短 而转向3奈米工艺使工程师 能够降低晶片和运算系统的成本和功耗 同时保持讯号完整性和效能 Marvel的新款数据中心晶片 能够实现如此强的提升 作为全球首个基于台积电3奈米工艺的 商用晶片关系很大 尽管3奈米很强 但2025年开始 除台积电领跑2奈米之外 三星 英特尔 日本新创企业 Rapidus都将逐步实现2奈米量产 但对芯片公司而言 如何面对芯片设计挑战和成本挑战 才是真正的根本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词词 取决 收尾 取决 新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